这期继续分享《玉石小子》第九十篇 楚天祥接过来一看 都是一些不太聪明的小报 但标题和内容要赤裸裸多了 就差指着九福珠宝的鼻子骂大街了 楚天祥趴得一拍桌子 妈的 就是他们干的 我饶不了他们 他一回头 对甘军说道 叫小李小杨多 注意一下这两家 人手不够 就从瑞宁调人 甘军说道 公子 这可是全国性的 这两家未必有这么大的实力 楚天祥说道 应该还有其他人 不过这两家指定跑不掉 楚启天说道 我在鹏城那家钻石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们公司就遇到过这种事 一个净品的公司诬告我们卖假货 幸亏当时公司反应快 才没酿成什么恶果 楚天祥追问道 你们公司怎么做的 楚启天说道 我职位低 具体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条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大面积打广告 主要是电视和报纸的广告 按照我们公司老总的话 谁曝光我们我们 就去谁家打广告 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脸 楚启天想了一下又说道 还有一个就是 千万不能关店 这个影响太坏了 你一关店 消费者就会认为你真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急需把店门打开 我们就是正常经营 摆出一副根本不怕事的样子 楚天想猛地站起来 来回走了两步说道 表哥 我准备回京城了 这里就剩下你和甘军 有什么事你们两个商量 他主要负责监视那两家的人 你就负责联系媒体 电视 报纸 给我天天打广告 就是品牌广告 按你说的 谁曝光我们我们 就在谁家等广告 我就不信这些媒体 不想挣钱 楚启天说道 这没问题 广告以前做过 跟媒体打交道 我懂 那就这样办 现在想把店门打开 费点进 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 楚天想话刚说了一半 他的电话又响了 他生气地拿起电话一看 不认识 他接通问道 哪位 您是楚天祥楚总吧 我是皮力池 您还记得吗 楚天祥猛然想起了对方是谁 户上首富的公子 一个海龟 当时在会馆朱先生 介绍认识的 当时还发生了 不小的风波 皮总 你好 我是楚天祥 我听朱先生 说您在户上 都是朋友 您住哪 我现在过去 晚上一起吃个饭 让我尽尽地主之意 楚天祥刚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也许这个人在户上能帮上忙 就说道 那就多谢皮总了 我住在某某饭店X号 我等您 放下电话 楚天祥对二人说道 来了个援军 你们先去干活 有什么消息 我晚一点通知你们 皮力池的父亲 现在基本上不管生意了 他在政界 已经做到当年 增加老爷子的高度 水涨船高 皮力池在户上 也是重量级人物 但京城一行 他深受奇耻大辱 发誓这辈子 再也不进京城 当时的对手风家 已经被几个大佬联合致解了 连带东都狠狠咬了一大口 但对一个心气极高的年轻人来讲 那次的经历 让他终身难忘 朱先生知道 楚天祥在户上 他听说楚天祥的连锁店出事 他特意打电话给皮力池 无论如何 当初楚天祥是帮了皮力池 这个人情皮力池一定要还 这是人之常情 皮力池很快就来到宾馆 一见面 楚天祥就明显感觉皮力池的变化 举手投足之间 有了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 两个人寒暄几句 刚一坐下 皮力池直接问道 天祥 朱叔叔打电话给我 说你的店在户上遇到点小麻烦 我自告奋勇来了 有什么困难您说 我皮力池全力以赴 楚天祥没想到 皮力池这么直接 他笑着说道 朱先生鼓道热肠 喜欢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 今天早晨刚给我打完电话 皮总 我不隐瞒 我的珠宝连锁店被人盯上了 看目前的情况 他是想把我撵出户上 网络 媒体和管理部门三管齐下 我是有点应接不暇 皮力池问道 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说我们卖假货 五家店现在全部被勒令停业 媒体现在在爆炒这件事 赌食大王卖假货 这帮人怎么想出来的招数 皮力池嘿嘿一笑 问道 天祥 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开业 楚天祥脱口而出 随后他又解释道 不开业 就会在消费者心理当中形成错觉 我们真的有问题 楚天祥就把五家店查封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 皮力池说道 开业应该没问题 这件事我来处理 天祥 现在找到对手了吗 楚天祥摇摇头说 暂时还不敢确定 但横翔和九昌两个品牌嫌疑最大 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我们就能找到他们的证据 皮力池看了一眼手表 随即站起来说道 现在就牵扯两个部门 一个是工商 一个是技术监督 我现在就过去 有些事还是当面谈好 说着 他往外走 边走边说道 天祥 放心 在户上这一亩三分地 还容不得阿猫阿狗猖狂 晚上一起吃饭 我过来接你 我还找了几个朋友 楚天祥连忙客气了几句 这才把皮力池送走 皮力池的父亲 现在的行政级别 比户上市长还高 虽然没有多少行政事务 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称号 但人在中枢 影响力巨大 说句难听的话 在户上 敢不给皮力池面子的人 还真不多 楚天祥回到房间坐下 他拿出电话 刚要给唐和打 又来电话了 他拿起来一看 是唐辉的电话天祥 现在什么情况 楚天祥一愣 随即笑着问道 唐叔 谁跟你说的 唐辉美好气地说 别管谁跟我说的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唐叔 事态还没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估计明后天各地的管理部门 才能上门调查 这次对方是有备而来 以户上为主 几个省联动 我们有点大意了 先别检讨自己 现在我们准备怎么办 唐辉打断了楚天祥的话 在户上 我们采取了两条策略 一个是马上在媒体上打广告 全部是品牌广告 一定要把负面报道压下去 我就不信 报社好意思 一面登负面消息 一面还接我们的广告 另一条就是 赶紧让五家店正常营业 哪怕有闹事的 也要坚持开门 我一个朋友去做工作了 估计晚一点就能有消息 非常好 天祥 这两个办法 赶紧在各个省推开 现在不是怕花钱的时候 我看这样 我跟老代商量一下 不行就在央视和各省卫视 打品牌广告 唐辉又说道 你先别急着回京城 我跟老代沟通了 如果户上的事没有进展 他可能也要过去 先把户上的事解决掉 其他地方就好办了 唐辉顿了一下 接着说 你让唐河回鹏城吧 他去指挥各省的行动 告诉他 广告计划做得大一点 面广一点 别怕花钱 还有赶紧找关系 送礼行贿怎么都行 就是要让我们的店开业 还有 你认识那么多有钱人 都是各省的地头蛇 人际关系非常丰厚 原来是你帮他们 现在他们也该出点力了 你别不好意思 这些人巴不得帮你一个忙呢 楚天祥连声答应下来 京城 戴东坐在茶楼里等人 陆电喜提出要见他 让他感到很诧异 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这位大佬很少跟自己联系 除非有大事发生 陆电喜来了 他跟戴东打了声招呼 对跟过来的服务员说道 给我来一碗牛肉面 戴东刚要说话 陆电喜解释道 晚上还有一个会 我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三哥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戴东问道 我长话短说 这次天祥回去 祭祖事情办得很圆满 我们老家的的几个族长 都非常满意 而且他们还特意给天祥组织了一个比会 天祥是一名惊人 戴东笑着说道 我可听说了 楚家老祖宗一个无中生有之计 解开了几个家族几百年的恩怨 绝对是大智慧 陆电喜也笑了 这件事怎么看都是四大家族占了便宜 按说楚天祥是外姓人 但又姓了楚 而且楚天祥三个字路人皆知 这才给四大家族可乘之机 他说道 老祖宗当年可是凭自己一力为持 四大家不散 这点小道对他老人家来讲 小儿科而已 戴东问道 你找我不是要说姑苏的事吧 陆电喜摇摇头反问道 网上那些消息是怎么回事 戴东苦笑道 应该是同行干的 但我们现在还没找到具体的人 我估计也是这么回事 说天祥造假 他真的翡翠还迈不过来 哪有功夫造假 陆电喜说道 老戴 我有个建议 你们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反击我不管 但别越过底线 我要说的是 你们企业经营的事 像这种大众 快速消费品 奢侈品等等 最好放在社会 公众的监督之下 进行经营活动 一个是给大众一个心理安慰 另一个让管理部门 也能有一个监督检查的窗口 这些云山雾罩的话 听得戴东一愣一愣的 他没明白 对方想表达什么意思 过了很久 戴东猛然抓住了 陆电喜想表达的意思 他叫道 你是说上市 陆电喜说 前两天 我碰上了曾凡林 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跟我说 你们现在的价格太低了 已经引起很多同行的不满 他自己还不好意思 开口跟你们说 戴东尴尬一笑 老戴 我问了问你们的财务情况 按凡林说的 财务制度 是按照HK那边标准制定的 很严谨 至于出了贪污公款的事 这也很正常 任何制度都有漏洞 也许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陆电喜又说道 如果你们有意 我可以派人过去审查 你们的财务报表 就算是上市前的预备期吧 你们可以对外公布消息 戴东瞬间就明白了 陆电喜的意思 这是在帮自己 不对 他这是在帮楚天祥 一旦上市的消息公布 比自己打多少广告都管用 对眼前脱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哥 多谢了 戴东尤中地说道 楚天想起来得很晚 昨天晚上 没少喝酒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霹雳池不但解决了 开业问题 顺带着 霹雳池的一个朋友 直接就给了 九昌珠宝一刀 九昌珠宝户上的 旗舰店租的 就是他家的商铺 地址在淮海路 说那里 寸土寸金都不为过 这个朋友也够意思 还有两个月房租到期 他决定不租给对方了 楚天祥也是文贤哥儿之雅异 当即就表示 自己把那个房产租下来 原地再开一家翡翠店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楚天祥必须干 现在还不知道 九昌珠宝 是不是幕后之人 但楚天祥 已经不关心这个了 即使是误伤 那也是对方倒霉 老话讲 哪个庙 没有屈死鬼 何况九昌珠宝 大概率就是幕后黑手 第一个来的是楚启天 他一进门就说道 天祥 我今天过去谈媒体 你得给我个尺度 多大版面 多少评次 预算是多少 楚天祥摇摇头说 表哥 我真不懂这些 你自己看着办吧 要不你跟唐和商量一下 楚天祥是真不知道 如何打广告 楚启天笑着说道 别人赚点钱那么费劲 你什么都不懂 就把钱赚了 还有没有天理 嘿嘿 这是我命好 表哥 我就一个标准 别怕花钱 你掌握一个尺度 就是每天报纸上都得有我们的广告 正说着 唐和敲门进来了 楚天祥说道 唐哥 互上做个广告计划 唐和已经跟楚天祥通过电话了 他说道 公司广告部已经在做计划了 估计下午就能传过来 起天 媒体的折扣很统一 你自己去谈就行了 广告文案总部那边都在做 晚上我传给你 楚起天答应一声 这下他就省很多事 唐和又对楚天祥说道 天祥 很多地方出事了 有关门的 有要求配合检查的 已经占到我们全部店的60% 等我回到鹏城 我整理个表格传给你 楚天祥说道 现在就看我们能不能挺住了 楚天祥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拿起来看了一下 抬头对唐和说道 你看看这张照片 唐和接过来看了一眼说道 这是横向珠宝的老板 你男人牛学军 他怎么来护上了 楚天祥问道 他的总部在哪 在借阳 他很少过来 不对啊 唐和突然提高了嗓门惊叫道 这个人不是昨天那个人吗 他是牛学军的手下 楚天祥已经看见牛学军身边那个半秃顶的男子 他冷笑道 就是这帮王八蛋干的 唐和说道 早期做翡翠一般都把总部设在彭城 后来翡翠逐渐火了之后 后期来的老板都把总部设在了平州或者借阳 所以我们这些年投偿的公司跟后来的人很少打交道 楚天祥说道 别管那么多了 先确认一下这个人的身份 说着他把照片直接发给了谭辉 要说对南岳翡翠行的熟悉程度 非谭辉莫属 没过两分钟 谭辉来电话了 张嘴就问 天祥 图片是怎么回事 上面个子高的叫牛学军 是借阳的老板 秃顶的叫老瞻 姓名我记不得了 是牛学军专门管原料采购的 楚天祥恍然大悟 自己应该在瑞宁某次拍卖会上 见过这个人 否则怎么觉得面熟呢 楚天祥说道 那个老瞻确认了 指定是针对我们 牛学军是第一次露面 谭辉沉吟了一下 说道 天祥 我得去一趟南岳 有些事情 不会一点蛛丝马迹没有 我们离他们太远 不见面 有些话不好问 也不好说 谭叔 您身体能行吗 身体没事 我多带两个人走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找到对手 我担心他们还有后招 楚天祥想了一下 他说道 我跟代叔商量一下吧 谭辉断然说道 不用了 我现在就让他们去订机票 楚天祥马上就给戴东打电话 刚一接通 戴东说道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有件好事 我先告诉你 戴东随后就把跟陆电喜的谈话说了一遍 最后 他说道 九福珠宝上市这件事 要跟曾静沟通一下 他毕竟是二股东 照目前来看 上市未必就能圈到钱 但减少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楚天祥说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阿静那边我去说 先把要上市的消息放出去 看看对方还有什么后招 然后他又把谭辉要去南越的事 跟戴东通报了一下 戴东说道 我先问问老谭 他腿脚不方便 不行我就叫老陈跟着 现在是图穷比线的时候 没准出现什么问题 楚天祥刚放下电话 楚启天说 刚刚接到通知 几个店都可以开业了 好 这就是胜利 楚天祥兴奋地说道 唐河站起来说 我得走了 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楚天祥叮嘱道 千万稳定队伍 哪怕整个市场全都停了 也要坚持做工作 打广告 马上就有利好消息出来了 唐河刚出门 戴东又来电话了 楚天祥刚一接起来 戴东急促地说 赶紧看今天说法节目 正曝光我们 妈的 这帮王八独自 真是没完没了了 楚天祥连忙打开电视 英俊的主持人 正在滔滔不绝 上午十点 曾敬开车去 玉雕大师 马坤老先生的工作室 他现在对自己的生活 满意极了 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每天都是欢歌笑语 这是他前二十年生活 不曾有过的生活体验 婆婆原来每天都教他画画 现在婆婆得在 姑苏住上一段时间 她只能自己在家勤学苦练 二叔一家西北人性格 豪爽 有一说一 从来不藏着掖着 非常好相处 冯倩倩只是到周末才回家 这是一年级大学生的通病 李杰和张力两个人 外边已经有了三四套房子 但就是不搬走 整天赖在四合院里住着 美其名曰 不想让自己的哥哥太寂寞 当人的物质生活 达到极大满足的时候 精神就会得到升华 曾敬现在除了自己的课程 还自修了美术课程 学着设计一点玉石雕刻 他一点基础也没有 但看多了 也能像模像样 画出几张草图 通过楚天祥的介绍 他现在跟玉雕大师 马坤老先生合作 他设计草图 马坤老先生给他把关 然后交给徒子徒孙 雕刻他刚一出胡同口 猛然又转了回来 他想去二叔的店里 吃一碗羊肉泡馍 已经很久没吃了 有点想到了店门口 曾敬下车 十点多钟 是小店比较清闲的时候 曾敬刚要往里走 就见一个二叔 坐在店里跟一个女子聊天 看着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 似乎认识很久了 曾敬看对方的背影 有点熟悉 但没想起来是谁 二叔 我想吃一碗泡馍 要小碗的 曾敬大声说道 话音未落 那个女子一回头 不由地笑了 阿静 怎么在这里见到你了 太巧了 曾敬也是笑竹颜开 莎莎姐 你来京城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这位女子 正是曾敬在 于湘县认识的高莎莎医生 高莎莎一下 把曾敬拉在自己身边坐下 她说 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我是西北人 看见羊肉泡馍 就走不动到了 不过这家的味道 确实不错 曾敬笑着说道 这是我二叔开的店 味道好极了 一句广告语 三个人都笑了 冯笑天站起来说道 你们聊 我去做泡馍 高莎莎感激得一搂曾敬的肩膀 阿静 我的医生执照保住了 谢谢你 太好了 不过我可没做什么 别谢我 高莎莎说道 别骗我了 我在姑苏就不认识大官 按我同事的话 这次我能过关都是卫生局长发的话 委员会甚至连会都没开 可我哪认识什么局长啊 高莎莎感叹道 我这是好心有好抱啊 行了 莎莎姐 这件事就别提了 你来京城几天了 高莎莎说道 我昨天到了 本来想上午在胡同里转转 中午过去找你 谁知在这里碰上了 那好 莎莎姐 我一会儿要去一个工作室 你跟我走 晚上就住家里 这两天我没事 我陪你到处转转 冯孝天把碗放在桌上 对曾静问道 天祥啥事后回来 曾静摇摇头说 具体我也不知道 户上出了点事 她在那边处理 冯孝天嘟囔道 她奶奶说了好几回了 怪爷爷没把天祥带回来 曾静笑着说道 二叔 这是临时发生的事 下午我去奶奶那里 劝劝老人家 两个人吃完饭出门 冯孝天把他俩送出门外 远远地望着他们离去 曾静要去冯昆的工作室 老人家完成了一个 极其重要的作品 这是楚天祥 交给老人的一项工作 冯昆的工作室在西城 不长时间两个人就到了 一个类似四合院的建筑 整个建筑 占地很大 但不是太规整 这原来应该是个大杂院 车停在外边 两个人刚进到院子 就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正要往外走 曾静站住脚步 躬身问候道林大师 您去哪 这位是冯昆的大弟子林斯科 也是享誉海外的著名雕刻大师 林斯科一见曾静 笑呵呵地说 我来迎接你啊 说着 他转身又往里走 边走边说道 大静 你跟我来 有件事我想求你 曾静知道老人喜欢开玩笑 性格特别开朗 就说道 林老师 您可别这么说 小女子还想跟您多学点东西呢 林斯科笑呵呵说道 你先看看东西再说 说着 他把两个人领到一个房间里 房间面积很大 但什么家具也没摆 就在地中间放着一个用大红绒布盖着的东西 足足有一人多高 曾静一见 不由地惊叫道 希望之星雕完了 他一激动就要上前掀开绒布 吓得林斯科连忙拦住说道 千万别硬拽 绒布太大太沉 容易把局部漏雕扯断了 说着 林斯科朝着院子喊了一声 过来几个人 几个小伙子闻声跑进来 拿起靠在墙角的梯子 几个人爬上梯子 小心翼翼地掀开绒布 只见一个重打几吨的满色翡翠 全部被雕刻 成了各种山水 这块翡翠整体都是糯种 局部到了糯冰 种非常老 颜色浓郁热烈 正阳绿色正浑厚 苹果绿清脆欲低 暗绿色端庄凝重 难得是整体看不到那种通透的裂纹 一些系列被雕刻师完美地避开了 整体都是郁郁聪聪的山水 增进忘情地看着 不时还上去抚摸一下 嘴里念念叨叨 这是石城济雪 这是楼槐孙楚 这是神月仙兜 站在一旁的高莎莎 被惊呆了 虽然她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但不表示她不知道翡翠的价值 一个满绿色的小挂件商场 就卖上万的价格 这么大的绿色翡翠 得做多少个挂件啊 得值多少钱啊 她呆呆看着 犹如在梦中一般 雕刻的题材她看不懂 但越是这样 她就越感到不可思议 世间怎么还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不由的 她仔细端向着曾静 这个小丫头 家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边 二叔就开了小饭店 这边 价值连城的东西 就摆在眼前 妇人都喜欢玩这个吊吊 曾静足足看了十分钟 她这才抬起头说道 不好意思 林老师 我有点看着迷了 您刚才说什么事了 林斯科说道 按照规矩 这个要求我本来不想提 但雕刻这件作品 师傅他老人家 找了十几个雕刻大师 一起开工设计雕刻 他们都说了 宁可不要工钱 也想请您同意 他们在上面留款 曾静笑了 现在他也算是 遇事雕刻的业内人士了 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雕刻师 在作品上留款 除非那种 特别有名的雕刻大师 委托雕刻的人 可以要求 雕刻大师 在作品上留款 这样能增加 作品的价值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雕刻完工后 给一个纸质的证书 证明是某个雕刻大师的作品 现在这件作品 实在太特殊了 雕刻师们 就想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但这需要作品的主人同意 要知道 碰上一块绝物仅有的翡翠原石 亲手雕刻完工 这绝对是一生的荣耀 阿静 这件事 你跟天翔商量一下 大概有12个人 林斯科60多岁了 但留款这件事 他也是极其心动 如果不出现 战争动乱 这件旷世作品 将流传千年而不朽 动一下 都是暴殲天物 明和力士 永远迈不过去的坎 对这些雕刻大师而言 钱财已经没刺激了 名声才重要 这是传承千古的作品 留下大名 后代子孙 都能跟着授意 曾经想了一下说道 林老师 这件事 还真不是我能定的 我现在 找个人过来看看 他能定 说着 他还朝林斯科笑笑说 这件事应该没问题 不过公费钱一分钱 都不能少 实在是太漂亮了 说着 曾静拿出电话 拨了出去 戴叔叔 我是曾静 那个希望之心 雕刻完了 您赶紧过来看看 还有点小事找您商量 两个人通完话 曾静问道 林老师 冯老爷子在哪 他没在家 一会儿回来 曾静只好跟着林斯科 到接待室喝茶聊天 戴东和陈正生 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一进大门 曾静就迎了出去 陈叔叔 您也来了 陈正生说道 快点灵 我们过去看看 雕得怎么样 曾静笑着说道 精美绝伦 美伦美奂 气势磅礴 雕工精湛 他喘了一口气说道 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我这几年中文白学了 说着 他领着二人走进房间 这是什么呀 戴东几步就走到石头前 他抬头看看整个作品 比自己的个头还高 有三个八仙桌的面积 他低头仔细看了看雕工 不错 说是潜伏雕 但局部为了显示翡翠的通透性 有的地方还做了点镂空雕刻 陈正生傻呆呆地看着整个石头 冷不丁骂了一句 妈的 这得值多少钱啊 闭上你的臭嘴 带东气地打了他一巴掌 边上曾静还在 这老小子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陈正生黑黑一笑 对曾静问道 全完工了 陈叔 全完工了 不过还有一件小事 啥事 陈正生问道 几位雕刻大师想留款 没问题 陈正生大手一挥 说道 告诉他们把我的名字也刻上 曾静哭笑不得 带东仔细看着题材 他问道 阿静 这都是什么题材啊 我有点看不懂 带叔叔 冯昏老爷子是金灵人 整体都是他设计的 雕刻的是金灵四十八景 您看这里 这是幕府登高 站在幕府山上看长江景色 这是谢宫古墩 传说东晋谢安登陵过的高墩 这是石城济雪 是清凉山石头城上的雪景 带东自言自语道 还是天象面子大 能请得洞逢坤老爷子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真有四十八景 陈正生在一边问道 陈叔叔 当然有四十八景 否则逢老爷子 也不可能选这个题材 带东白了陈正生一眼 不学无数 陈正生嘿嘿一笑 回去我就把四十八景背下来 明天就去考你 看看谁不学无数 带东美里陈正生 问道 阿静 现在这个作品能拿走吗 现在 他是一刻也不想让这个玉雕留在这里了 我没问 要是留款的话 最迟今晚就能拿走 不过好像工钱还没付 陈正生转身就往外走 说道 那就先付款 今晚就搬走 放在这里 太不让人放心了 曾经没想到 这两位叔叔比自己还着急 去问问林大师 他是冯老爷子的大弟子 这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到了客厅 把带东和陈正生介绍给林斯科 三个人寒暄几句 带东再三感谢大师的鼎力相助 经过再三推让 陈正生付了一千万的工钱 要说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林斯科也是十分满意 在这件伟大的作品上 留下自己的名字就不需此生了 陈正生有点奇怪 他问道 林大师 那么多的名字都刻在什么地方啊 林斯科神秘一笑说道 知道两位老总都是大度之人 我们都留好了位置 带东也来了兴趣 他问道 在哪 我都仔细看了 也没有留白的地方啊 所谓留白是传统绘画的一种笔法 意思就是 故意在一幅作品上留出一块空白 给整个画作赋予更大的想象空间 林斯科很豪爽 他站起身来说道 我先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二位老总来看看 提点意见 几个人走出客厅来到玉雕前 林斯科拿起雕刻笔 他沉思片刻 在一个树林中 稀疏枝条中轻轻划过 一个花体字 林斯科立刻就显现出来 不仔细看针 看不出来三个字 以为这是树枝树叶的一部分 浑然天成 精妙绝伦 带东感叹道 林斯科回头对一个小徒弟说道 赶紧通知其他几位大师 都过来留下名款 陈正生心里有点痒痒 他低声问道 老代 你看我的名字刻在哪里好 滚 带东问林斯科 林大师 宝贝我们什么时候能拿走 林斯科笑了一下说 明天吧 所有人刻完名款还得抛光 明天晚上您就可以拉走了 找个大点的起重机 先打好木箱 装进去才能起掉 陈正生问道 现在有多重 林斯科想了一下说道 刚拿来的时候我们撑过 大概五吨多一点 现在应该四吨多 这种浅浮雕不废料 两个人赶紧告辞 他们商量 把玉雕放在会馆什么地方 这个作品太大了 而且非常金贵 还得做个透明的照子照住 防止外人上手触摸 两个人到了会馆 傅林出来迎接 带东拿出手机 把图片给傅林看 当时傅林就傻了 怎么还有这种东西 他兴奋地说 董事长 放在大厅吧 把原来那三块收起来 这个一摆出来 一定能引起轰动 三个人开始在会馆的大厅里选地方 放在正对面不太合适 人来人往的 即使有罩子也不保险 放在角落了 又显示不出来气势 三个人正在商量 陈正生突然伸手拉了带东一把 说道 我有个想法 不如我们先把宝贝放到户上展览一番 打打那些人的脸 带东一愣 随即叫好道 这个主意好 现在那边店里生意惨淡 就这么一个噱头 立刻就能把人气炒上来 不过这么大的家伙 怎么运过去呀 而且一旦出点事 我们还不得哭死 陈正生嘿嘿一笑 说道 你应该听说过 当年朱先生买了国内第一辆劳斯莱斯 怕被别的车碰上 每次出门 前后都有护卫的车保护 带东笑着说道 你是说 除了货车 还得派两辆车前后跟着 陈正生说道 这么贵重的东西 就一辆车放出去 你放心 我还不放心呢 带东想了一下 这个主意真不错 他当机立断地说道 我现在就回公司 让管理部的人过去拍片 做广告文案 争取一炮打响 老陈 运输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吊车 装箱 防震防碰 都得小心翼翼 这没问题 我现在就联系物流公司 他们干这个 比我们专业 说着陈正生就往外走 带东问道 你去哪儿 我再去看看 那个大绿弹子 陈正生头也没回 带东知道客名的事 陈正生还没死心 从此以后 陈正生的名字 到底刻没刻 在这个大型玉雕上 成了一个谜 除了陈正生 没人知道 傅林一看 主熟的鸭子飞了 他连忙问道 董事长 东西还放不放我这儿了 放 一定要放 就是先出去展览一圈 那我也过去看看 楚天翔现在 难受极了 五家店 现在是开业了 但客人寥寥无几 每日的销售 甚至出现负值 因为有退货的了 头一两天还好 只是退货的 现在已经出现 假一发食的要求了 楚天翔被逼得 都快崩溃了 问题是来退货 这些人拿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店里 原来卖出去的那些货 真要假一赔时 楚天翔就真是大头了 为此 他跟表哥 楚起天商量一下 直接报警了 在霹雳池的帮助下 警察开始介入 任何退货的拿出来的商品 必须登记在册 重新鉴定 如果证明不是A货 警察直接封存 等待后续结果 为此 楚天翔在警察专管账户上 转过去五千万 作为保证金 现在楚天翔每天都穿梭在几家店 员工的心态逐渐稳定下来 他们也知道 现在是有人故意诬告公司 毕竟当初卖出去的 都是货真价时的精品翡翠 这天 楚天翔正在店里跟店长商量工作 一个售货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道 店长 又有人拿着假货来退货了 可凶了 楚天翔一皱眉 对店长说道 王姐 直接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店长王燕答应一声就走了出去 楚天翔刚要跟着 电话响了 他一看是带东的电话 天翔 有件事跟你通报一下 关于九福珠宝上市的新闻 今天已经在京城的报刊上登出来了 这次 不但有新闻 还有证监会相关部门的采访内容 权威性极大 你那边找报社和电视台 争取做个转载 没问题 我现在安排 你把报纸传过来一份就行 带东又说道 你委托给冯坤大师 做的那个希望之星 已经全部完工 你陈叔正在跟保险公司沟通 准备做个保险 然后把这个大型百件运到户上去 做个展览 广告文案 我这边已经准备完了 随后赚给你 楚天翔笑着说道 完工的事 我听阿静说了 但把宝贝运来户上 他不知道 安全吗 安全没问题 前后都是警车 这件事 我找了文化部 他们对这个作品非常感兴趣 而且在户上展览期间 他们要组织一批专家 给作品做个整体鉴定 这可是官方的意见 您跟他们说 千万别说值多少钱 太俗了 楚天翔提醒道 带东一乐 说道 你还别说 这次展览可把保险公司拦住了 这个宝贝 他们没法定价 最后只好要了一千万保费 什么时间过来 后天一早出发 换人不换车 晚上应该能到 一千两百公里 好 我现在就研究放哪 安保也得找人 楚天翔放下电话 不由地挥了挥拳头 这是最近几天来最好的消息 他接完传针 刚要出门 就见店长王燕回来了 楚天翔问道 事情解决了 嘿嘿 警察一来 那两口子当时就傻了 听说警察要把那个手镯先封存 还要登记他们的信息 吓得转身就走了 这不算完 等着吧 有他们哭的时候 楚天翔知道 警察已经开始做秘密调查了 说着 他把传针纸递给王燕 说道 有一个顶级摆件 先放在你的店里展览 明天就打广告 王燕接过来一看 狐疑地问道 楚总 这个摆件很值钱吗 楚天翔笑着说道 这上面没有颜色 等见到食物你就不会这么问了 整个摆件都是绿的 杨绿苹果绿都有 说价值连成都不过分 王燕呆住了 全是绿的 可能吗 楚天翔说道 王姐 我们去找找地方 看摆放在哪里最好 谭辉到了平州好几天了 他已经见过很多人了 但无一例外 没人跟他谈牛学军的事 无论是平州 戒阳或四会的翡翠商人 要么实力不够 不知道 事情的真伪 要么就是一问三不知 或者搪塞了事 不巧的是跟谭辉关系最好的平州 吴会长得了心脏病 在省城住院 未化过去 帮忙护理了 连续几天 都没有结果 谭辉已经预感到 这应该是 有人下风口令了 下令的人 绝对是行里的大佬级的人物 谭辉刚到的几天 还有人请他吃个饭 坐一起聊一聊 到了后来 即使谭辉主动邀请别人坐一坐 都被各种五花八门的借口推开了 谭辉一个人 待在宾馆里 烦躁不安 现在 他真是力不从心了 明显的是 知道内情的人不说 不知道内情的瞎打听 九福珠宝卖假货被查封的消息 现在满天飞 有惋惜的 有兴高采烈的 还有一份田鹰大骂的 就没有一个人出来 说句公道话 九福珠宝 现在成了众矢之地 谭辉冷静地回想 整个事件的过程 这种大规模的行动 就不是一两个翡翠商人 能想出来的 能做出来的 现在敌人在案 自己这边 想反击也无从下口 再待在平州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就这么走 又不甘心 他思考再三 猛然笑了 再牢的篱笆也会有漏洞 就看你认真找没找 他当机立断 马上把四哥叫到房间来 英杰 马上订明天的机票 非户上 我们三个人都走 谭总 现在这种状况 去户上也没用 不如我们在平州 再想点办法 四哥劝说道 谭辉摇摇头说 你先订机票 我通知几个朋友 晚上一起吃饭 就算是告别吧 四哥只好去订机票 谭辉通知几个 有头有脸的翡翠大佬 一起吃个饭 并说明天一早 他就要赶到户上去 你还别说 竟然没人拒绝了 晚宴的气氛 非常热烈 毕竟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一方面唏嘘 谭辉的身体 另一方面 却是非常热情地说 要送谭辉到机场 几位大佬 都争着副账 说是谭老板来一趟不容易 也没帮上什么忙 有点愧疚 到了第二天一早 两位大佬连妹来到宾馆 亲自把谭辉和两个保镖送到机场 眼看着他们进了安检 这才转身回去 谭辉坐在轮椅上等着飞机 眼看着就要检票登机了 他低声对四哥说道 你过去跟服务员说一下 就说我们有急事 走不了了 四哥一愣 胡疑地问道 不去户上了 为什么 谭辉摇摇头说 你先别问 一会儿我告诉你 四哥走过去 跟检票的服务员说了一下 他们也没有托运的行李 服务员点头答应了 谭辉三个人 快速地走出了机场 四哥仰手叫过来一辆出租车 谭辉说 去阳城 四哥文言说道 去找吴会长 谭辉笑着说道 如果不出意外 这老小子是装病 但我们的希望不能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还有一个人 只要利益够了 他什么都能说 与此同时 在阳城某个五星级宾馆的商务套间里 五个人坐在一起商讨重要的事情 牛学军说道 现在户上的事情处于僵持阶段 本来他们的五家店已经被封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前两天又开门了 应该是他们对了很多工作 老牛 退货的情况怎么样 牛学军摇摇头说 现在不敢退了 假依罚时是没错 我们做的房品 他们也看不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警察介入了 还要登记购买人的信息 很多人都不敢去退了 老柴 你那边什么情况 嘿嘿 我这边挺好 他们全省的六家店都封了 虽然还在打品牌广告 但一点作用也没有 退货我这里还没开始 加工厂那边也太慢了 房品不过来 我怎么操作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说道 干省的店也都疯了 我们做了点工作 技术监督和工商的人很严厉 按照他们的说法 不罚他们个倾家荡产 绝不退兵 一个年轻人说道 我那里情况不好 技术监督的人正在检查我们的房品与他们电脑里的图片 说是有差异 而且绝不同意封电 我们原来找了很多媒体 也发了不少稿子 但这两天所有的媒体都不给登了 花钱也不行 估计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小肖 举报信你那边写了吗 写了大概有几百封吧 不过还没往外挤 年轻人说道 老者说道 现在有几个情况 首先就是退货 这一点我们可能考虑得不周全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弥补 按照户上的情况 警察要登记购买人的信息 不外乎就是想看看购买者有没有经济实力 现在每个人都花了不少钱 我们必须把这个钱挣回来 所以 现在我们可以找一些身份地位够的人去退货 这样警察就无话可说了 老柴反驳道薛哥 上哪找那么多的人去呀 我可买了几百件货 薛哥说道 找不到也得找 不行就一个人多退几件 老柴知道现在也没别的好办法 只愿自己当初太贪心 他哪知道 牛学军比他做得更过分 薛哥又说道 现在开始寄举报信 工商 税务 技术监督 人大这些部门都要寄 别怕麻烦 手写来不及 就打字 若狂我以前跟你们都说过 什么身份都行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京城做出反应 小肖问道 当地的管理部门不用寄吗 不用 现在就是逼上面做出决定 下面的管理部门才好操作 否则 对手在底下一做工作 我们要的效果就出不来 全国的各种媒体能不能再来一波 牛学军问道 老柴说道 我赞同再来一波曝光 现在有点吃不住劲 感觉差一把火 同意 几个人一口同声 带男生现在真是意气风发了 瑞宁一场赌食 十几个亿的赌注被他收入囊中 竟让他又挣出来一份家业 作为华林珠宝协会的会长 他在当地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这天下午 他从办公室出来 在市场上溜大了一圈 跟一些熟人交谈几句 现在华林市场风头正经 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随后 他来到停车场 打开自己的豪华轿车 准备回家休息 这是他每天的工作流程 他刚要拉车门上车 就听见后面有人说道 戴先生吧 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戴男生一回头 不认识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站在身后 他狐疑问道 您是谁 找我什么事 中年男人微微一笑 说道 戴先生 我从瑞宁来 有位老板想见您 戴男生心中一惊 他刚要说话 男子又说道 谭老板这次来 杨诚没人知道 不知道戴先生方不方便 戴男生瞬间就做了决定 不去是绝对不行的 他说道 人在哪 我单独过去吧 某某酒店某某号 谭老板希望 今天下午能见到您 说完 中年男人转身走了 戴男生正正地 看着对方的背景 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 去 是一定要去的 否则 对方的报复 绝对不可承受 说句泄气的话 对方还在翡翠行里转悠 纯粹是闲的 那么多挣大钱的公司 还赚翡翠这点小钱 真是钻前眼里去了 对方在国内的生意 已经是巨无霸了 甚至连HK国家 都被他们肢解 要知道 那可是HK 顶级商业家族 阳城离这HK近 那边任何风吹草动 阳城都会知道 只是看你倒没到那个层次 能不能在国家垮台这件事上 分析出原因 实际很简单 就看国家的产业 都落到谁的手里了 就知道谁在背后 搞鬼国家的房地产项目 全部被增加收购 HK的几个码头经营权 被李氏家族买走了 那就是下金蛋的老母鸡 内地的矿山 都被一家叫 东翔集团的内地企业收购 幸运的是 带南生知道 东翔集团的股东构成 四个矿山 就是四个上市公司 即使在便宜 动用的资金都得几百亿 翡翠行里 一年要是能有几亿的利润 就可以成为行内大佬级别的人物了 但对真正的商业帝国而言 几个亿也就算是一个小目标 代加在缅北也有公司 主要就是负责收购原石 楚天祥在矿山犹如神仙般 受到所有人的顶礼膜拜 他是知道的 说句难听话 楚天祥现在在矿山的影响力 比政府都大 从石荒的矿工 到腰缠万贵的翡翠商人 无不把楚天祥当作财神爷一样看待 何况楚天祥还跟缅军方关系密切 说是利益共同体都不为过 那个叫什么维托力的矿业公司 现在在缅北如日中天 看看股东 除了内地HK老板 剩下的股东除了将军 还是将军 带南生上车坐好 拿出香烟点着 他猛吸一口 在轻烟缭绕下 他仔细思量着 这件事对自己的利弊 怎么办 不说实话是不行了 对方既然能找到自己 就说明 他们已经知道 是南越的翡翠商人在做鬼 如果对方找不到对手 按照惯性 自己可能就被当成驰鱼了 自己也犯不着替别人背黑锅 他是很现实的人 没有好处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宁可做缩头乌龟 但利益足够大 朋友就是拿来卖的 带南生打定主意 他走下汽车来到路边 打了一辆出租车 他不敢开着自己那辆奔驰600区宾馆 太显眼了 走进唐辉的房间 带南生反而心态平和了 既然来了 就不要再有任何顾虑 两个人寒暄几句 唐辉说道 老代 有几件事 我跟你通报一下 你先看看我的手机 说着 唐辉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带南生 说道 大概有十几张 慢慢看 带南生接过手机 不由地惊叫道 这么漂亮 多大 只见一个圆圆翡翠原石 满色翠绿 冰种 犹如绿水一样 透着诱人的光芒 六 六十六公斤 老代 这是你们老爷子当年堵的那块石头 里面是团绿 不过现在 我们都拿不到了 宝贝在HK李家组长的办公桌上摆着 当时的卖价是十八个亿 带南生心中一酸 当年为了这块石头 老爷子差点没死在瑞宁 他尴尬地笑了笑 无福之人 想不得中气 唐辉又说道 你往后面看 这些都是我们收藏的 带南生不再说话了 他仔细看着图片 每一块都是精美绝伦 帝王绿 正阳绿 顶级桃花春 巨大的皇家绿 玻璃重鸡油黄 竟然还有一块七彩料 这些图片上翡翠原石每一块拿出来 都能轰动整个翡翠市场 带南生已经麻木了 这么多好东西 有些就是缅迪昂翡翠博物馆都没有 比如那块七彩料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他们怎么攒了这么多好东西 等他看到最后 他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了 陈正生那个老怪物 站在一个硕大的满色百剑前 咧着嘴大笑 带南生控制不住自己 他问道 这块石头多大 真是满色 满色 4.6吨 冯坤大师领着十几个雕刻大师 干了将近一年 这才完工 雕刻的是金陵四十八井 带南生抬起头 羡慕地问道 东西在哪 我能看看吗 谭辉笑着说道 这几天就到户上了 我可以陪你去看看 说实话 雕好之后我也没见过 带南生喃喃自语道 这么大的满色 别说看见 就是听说都不听说过 年北怎么还能出这么好的东西 谭辉笑笑没解释 他可不敢说 这块就是传说中的希望之星 免政府正满世界找呢 带南生刚要说话 谭辉先说道 老代 还有几件事 我跟你通报一下 谭辉斟酌了一下语言 他说道 先不说这事的起因 估计我们猜的八九不离十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现在的动作 现在全国我们都在打品牌广告 费用是无上限的 除非我们完胜 否则不会停止 第二 我们已经跟证监会谈妥了 九福珠宝进入上市的预备期 财务审核马上开始 你们要上市 带南生惊叫道 上市对翡翠企业来讲 绝对是可望不可及的天大好事 可惜的是 现在翡翠行业单打独斗的太多 行不成规模 反倒是HK 鹏城的一些珠宝企业规模大 有好几家上市公司 唐辉摆了摆手 这件事已经完全确定了 消息马上就要公布 第三 工商总局收到我们的诬告信拿麻袋装 局里已经约谈我们的总经理 但我们已经报警 现在公安已经介入了 不理的意思是 作为大案要案来抓 这是影响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恶劣事件 第四 你看到的那个大型摆剑将在全国巡展 以展示九幅珠宝的实力 这也算是上市前的一个宣传吧 也是狠狠打击一下那些说 我们卖假货人的脸 第五 沪上警方已经确定 有一些人有组织 有预谋的实施诈骗活动 但现在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唐辉停顿了一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实际上 他是给代男生留出思考的时间 放下茶杯 唐辉紧盯着代男生问道 老代 除了牛学君 还有谁 话一出口 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犹如时间静止了一般 代男生正正地没说话 他不敢看唐辉 而唐辉锐利的眼光 却紧紧盯着他 过了很长时间 代男生艰难地说道 这个计划准备很久了 原因就是你们的高货价格太低 很多人货卖不出去 赚不到钱 借阳四会平州三地的一些人 开始鼓噪说 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但等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有些人就打退唐鼓了 最后只有五家专门卖顶级货的参与进来 借阳牛学君 肖逸 李东亮 平州的柴德昆 四会的王大明 唐辉不动声色地问道 平州吴会长没参与 代男生说道 那个老头鬼四经 几个人刚开始发动 他就住院了 谭辉又问道 他们没找你 找了 他们知道 我们之间有矛盾 但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 我是深知你们的实力 这种事躲还来不及 哪敢参与 代男生叹了口气说道 有些人虽然没参与 但也掏了不少钱 就是为了挣一笔 假一赔时 干什么都没这个赚钱 谭辉问道 做假的那个加工厂在哪 代男生犹犹豫豫没说话 老代 我既然能来找你 就说明我现在拿你当朋友 你没跟着他们 害我 我很感激 但现在你也知道 我们不可能善罢甘休 等警察上门 他们不想说 也得说了 到时候 代男生打断了谭辉的话头 他问道 你们想做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这几家将来在缅北 连一块砖头料都拿不到 谭辉恶狠狠地说 楚天祥刚刚被缅矿产部 聘为工盘的总顾问 聘书已经到了驻京大使馆 因为现在放假 楚天祥还没接到 总顾问 代男生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位置 有多大权力 老代 以后那笔都工盘 赌性大的料子 就不要拍了 都是天祥捡剩下的 谁买谁赔 代男生差点没蹦起来 这绝对是高级机密 要知道 在工盘上 不但有大量的改口料 还有一些表现超级好的赌食 而且长口症 皮壳老 赌涨的概率很大 真要是让楚天祥挑过 剩下的绝对是垃圾 有多少钱赔多少钱 即使是改口料 也有很大的赌性 面上的色进去多少 裂进没进等等 代男生是亲眼见过楚天祥 赌石头 那就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太恐怖了 楚天祥只要稍微跟矿产部提一嘴 这五家的人 估计连缅北都进不去了 对缅政府而言 这五家再有钱 也赶不上一个赌石大王啊 就这一条消息 就值得把那些人卖了 代男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他小声说道 四会某某镇某某村 在一片果林中有一个加工厂 是王大明的 谭辉叹了口气 说道 老代啊 这件事就不能善了 警察那边不知道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就那几头算 你说他们要是进去 能扛几天 代男生苦笑道 都是有钱人 惜命 谭辉说道 我们当初可能做得生硬一点 但你也知道 中低端的产品 我们一直没碰 就是想给其他人留一个通路 真要是想做绝 就凭着天祥的本事 哪还有别人的活路 不过 这件事过后 我们坐下来商讨一下 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到时候 请代会长出头帮帮忙 代男生连忙摆手 说道 老谭 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谭辉笑了 你别担心 将来南岳不再会有这五个人的身影了 不进去几个对不起我们打的那么多广告 剩下的人回家种地吧 代男生脑子转得飞快 他知道 一旦管理部门介入 整个南岳的翡翠市场 就得重新洗牌 说句难听的话 现在楚天祥几乎掐死了这些人的进货渠道 没有他的首肯 你上哪买翡翠原料 要说谭辉这些人不下死守 连代男生自己都不信 他的内心深处 还真是挺渴望主持重新洗牌这次机会的 谭辉又问道 吴会长住在哪家医院 阳城医院内科 他实际就在里面疗养 没什么病 代男生现在就怕把别人卖得不干净 谭辉悠悠地说道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情况不明朗的时候 手术两端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事态越来越明朗了 再当缩头乌龟就不好了吧 谭辉说得不错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尤其是一些比较聪明的动物 陈玉峰作为执法者 他的敏感性绝对不是一般的强 当内部成立专案组的风声传出来 他就知道自己麻烦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牛学军使了九牛二虎之力 想重新把九福珠宝封门 被直接拒绝了 这就说明 对方的实力要比牛学军大得多 当初陈敏被查出来贪污公款的时候 他还依仗着自己执法者的身份 给陈敏的单位制造了不少麻烦 现在来看这些都是事了 而且他跟牛学军走得太近 也拿了不少好处 想了整整一天 陈玉峰终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要找九福珠宝的老总谈谈 有些事情 还是说明白好 否则 自己的祖姐没救出来 自己也陷进去了 那个年轻人非常不好说话 而且有点盛气凌人 但是已至此 形势比人强 硬着头皮 也得去谈谈 实际上 楚天祥的日子并不好过 网上的热潮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 而且越来越多的石锤 指着九福珠宝的命门 晒出来的翡翠视频图片 一看就是假货 下面跟铁的都是群情振奋 喊打喊杀品牌形象广告 看不出来效果 每天还是有人来退货 也有人要求假一赔时 即使警察登记他们的个人信息 他们也毫无畏惧 这一轮下来 楚天祥和牛学军没奋出胜负 只是让媒体赚得盆满钵满 关键的问题是 还没有一个管理部门出来说话 消费者送到质检部门检测的翡翠 绝大部分都是假货 这就让管理部门近若寒蝉 释出反常必有妖 九福珠宝经营 已经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 从来没有因为产品质量出过问题 现在突然出来这么多假货 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谁也不能不敢随便发声 楚天祥和甘君坐在咖啡厅里闲聊 他们正在等陈玉峰 楚天祥说道 你的人这两天休息一下吧 现在警方已经介入 现在就看他们能不能取得成果 甘君问道 现在能够证明 那个姓詹的组织买货退货 警察为什么还不出手 楚天祥摇摇头说 现在这个人已经不重要的 谭总在南越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们马上就要天亮了 真的 甘君兴奋地问道 楚天祥笑了 这还能有假 带叔叔找了总部的人 他们已经去南越抓人了 甘君感叹道 这段日子真是难过 上网一看那么多骂我们的人 气得我就想打人 正说着话 陈玉峰快步走了过来 陈先生 请坐 楚天祥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知道对方一定是闻到了点味 楚总 这次来我有些事情 想跟您沟通一下 耽误您的时间了 陈玉峰显得很低调 您说吧 楚天祥还是不动声色 陈玉峰沉吟了一下说道 事情发展得有点出乎意料 也很复杂 我就从头说吧 陈敏先是借用贵宾卡贪污 他手下一个会计 被牛学军收买 然后就是陈敏 陈敏给牛学军提供了不少九福珠宝的信息 楚天祥心中一惊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这就完全能说明 牛学军很早就有意图想对付九福珠宝 甚至不惜收买九福珠宝的管理人员 楚先生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些事 只是后来这件事 我接触多了 我才慢慢发觉的 陈玉峰没敢说出来 他自己还拿了牛学军一笔钱 就是为了对付九福珠宝 楚天祥冷漠地说道 这些事应该跟警察说 您跟我说 有什么用 陈敏是我祖姐 他家里人一直对我们家非常照顾 他来户上打工 也是当年我介绍过来的 上次那个小伙子 是他最小亲弟弟 看见姐姐受苦 他才有点冲动 我这里给楚总道个歉 楚天祥摇摇头 说道 道歉倒不用了 我就想知道 牛学军到底想干什么 陈玉峰知道不说点什么 将来很难过关 虽然收的钱已经处理掉了 但时间上有点晚了 他说道 我姐的事情发生以后 他找过牛学军 牛学军答应帮忙 通过我姐认识了我 牛学军跟我说 想对付你们 想让我帮忙 我为了姐姐 只好帮着他们做了点事 第一次封我们店的事 楚总 我这是上了大当 如果可能我愿意做出补偿 牛学军算是把我害苦了 楚天祥摇摇头说 陈先生 我不会言 牛学军蹦跋不了几天了 您还没看今天的报纸吧 我们九福珠宝 已经做上市的预备期了 这就说明 国家对我们企业 还是很信任的 至于小人诬告 我想朗朗乾坤 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另一方面 组织卖货退货 采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骗钱 这已经触犯法律 陈先生 老詹你认识吗 陈玉峰茫然地摇摇头说 我不认识 他是干什么的 那好吧 楚天祥一看陈玉峰的表情 不像作伪 就说道 我希望陈先生能看清形势 真要到了当堂对质的情况下 还请陈先生实话实说 当然也包括你的姐姐 这是一定的 请楚总放心 我是警察 承论阳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句话一说 楚天祥差点没笑出声来 陈玉峰又说道 楚总 我已经告诉我姐姐 她跟牛学军勾结 损害公司利益的的是 要全部跟办案的警察坦白 争取代罪立功 另外 关于公司损失 我明天一早 就把钱打到公司的账户上 楚总 她的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 现在家里还在骗孩子 说她妈妈出差了 还请您 看在母女情深的份上 放她一马 这就是用亲情来打动楚天祥了 你还别说 楚天祥还就吃这一套 等到陈玉峰离开 甘军鄙夷地说道 这小子鬼惊鬼惊的 一看事态不好 赶紧过来投诚 楚天祥感叹道 他是警察 内部消息知道的多 真要把他牵进去 警服都得脱了 甘军又问道 下一步怎么办 等着陈叔到 他跟着百贱一起过来了 带男生不敢言 晚上十一点多 陈正生带着车队到了户上 楚天祥 楚起天和甘军都到了高速口接人 户上是超大型城市 大型货车白天根本不让进市区 只能后半夜把百件拉到店里 徐惠区的店里灯火通明 所有员工都在等着宝贝的到来 要说满绿的翡翠饰品天天见 但几吨重满绿百件还真是没见过 员工们也是满心期待 不但是店里的员工 物流公司的大型吊车 广告公司的摄影摄像 装卸公司做基座 玻璃罩的工人 电脑公司安装摄像头的工程师 都在等着 按照楚天祥的要求 今天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完工 连夜干明天一大早 护上所有的报纸 全部刊登这个价值连城的 大型翡翠百件的广告 免费参观 来的客人都有小礼品赠送 最大的噱头是整个宝贝上 有12个雕刻大师的签名 第一位找到12个签名的客人 将奖励10万元 到目前为止 知道这些大师签名在哪儿的 只有冯昆老爷子的一个徒孙 他是负责抛光的 十吨重的货车停在了店门口 楚天祥几个人从车上下来 他一见店长王燕 马上说道 你组织员工维持秩序 所有干活的都靠边站 千万别磕着碰着 等百件放好之后 他们才能开始工作 王燕往车里看了一眼 啥也看不见 就是一个巨大的木头箱子 他转身回到店里 先把大木箱子从车上掉下来 然后用滚木 把大木箱子推进店里 然后拆箱 物流公司的人 对这个工作流程绝对专业 一个小时后 木箱稳稳地放在中间 预选好的位置 当时在外边的时候 大家还不觉得百件很大 一放到店里 顿时就感觉 一个巨无霸毅力在眼前 想看看全貌 都得仰脖子看 太高了 吊车小心翼翼地 把宝贝放在选好的基座上 凭空又长了二十多厘米 抬头望去 更加威额壮观 整个百件 还都被发泡防震塑料布包裹着 装修公司的老板一声令下 一群人上前 开始给宝贝加罩子 整个罩子全部是由防弹玻璃制作 里面还要装上各种射灯 在罩子射灯完工之后 才能把宝贝缠绕的防震布拆掉 装修公司的老板 就怕工人施工过程 不小心碰坏了宝贝 他可真配不起 到现在 除了京城来的人 包括楚天翔 都还没见到宝贝的庐山珍面目 装卸装修的全过程 都要录影照相 这是以后做宣传的图片资料 安装摄像头的工程师也开始忙活 店方的要求是 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 全部是暗线 这东西想偷走不可能 但碰上损贼 真要拿狼头敲下去一块 那可就悲剧了 楚天翔看着陈正生说道 陈叔 一路劳累 要不您先去宾馆休息 陈正生摇摇头说 不着急 别看坐了一天车 还真不累 竟睡觉了 他转头看了看说道 去办公室喝茶吧 这里一时半会儿也玩不了 楚天翔叮嘱了王燕两句 转身领着陈正生去了办公室 楚天翔沁了一杯茶 递给陈正生 问道 陈叔 你老人家的大名 到底在梅在上面 陈正生嘿嘿一笑 无可奉告 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 陈正生问 现在这边情况怎么样 楚天翔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变化 几个店都在正常营业 但销量很惨 有时候还是负值 退货的这两天又多了起来 不过警察那边都做了登记 另一方面 皮力池这次很给力 帮着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这个人情欠得有点大了 对了 明天一早他就过来 楚天翔停顿了一下又说道 我通过瑞宁黄汉会长 跟这边的宝玉石协会也联系上了 他们对我们遭遇的事情很有同情心 但是官民省的宝玉石协会 他们也不太好露面 不过这两天 他们要组织一批玉石界的大佬过来 观摩这个摆件 要我们单独给准备时间 警察那边没有动静 陈正生问道 暂时没有 但据皮力池说 警察很卖力 也掌握很多材料 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行动 还有一件事 关于我们九幅珠宝上市的事情 皮力池组织了几个证券方面的专家 说是要开一个研讨会 专门讨论珠宝行业的上市问题 而且 户上的财经类报纸书刊 我们都在打广告 做得不错 陈正生赞叹道 目前能做到这个局面 就是老代来了 也不见得做得比你好 我更不行 随后他又问道 对手有什么举动吗 楚天祥冷笑一下 就是大型促销活动 力度很大 销量也很好 不过也快结束了 就这两天吧 我从瑞宁调过来两个人 他们每天都去现场看看 陈正生说道 我来之前 你带书特特意嘱咐我 劝你别太着急 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就放心了 记住 天祥 这次绝对不能手软 一次就给他们去跟 别说翡翠做不了 不进去几个 我们绝对不能罢休 楚天祥也说道 放心陈叔 这次 我也是下狠心了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 我都堵食大王了 哪有大王不吃人的 哈哈 陈正生狂笑道 这么想就对了 我来之前 彭城的警察 已经去了四会 就看能不能把他们的 老巢一窝端了 怎么找的彭城警察 楚天祥问道 陈正生解释道 你带书信不过当地警察 你带书信不过当地警察 要说还是你带书做事力度够 各个部门都给面子 正说着话 就听外边传来欢呼声 楚天祥站起来说道 应该是赵子装完了 赶紧出去看看 他刚要动步 又小声问道 上面到底有没有你的名字 小破还问那么多干嘛 陈正生不屑一顾地走出了房间 两个人出门一看 装修工人正在往下拆防震布 往上捆的时候很麻烦 往下拆也不容易 几个工人小心翼翼一点点往下卷 等剩下最后几层的时候 透过白色防震布 已经能够清晰看清里面的绿色 有些雕刻的山水已经显露出来 楚天祥站在远处 全神贯注地看着宝贝 陈正生凑过来低声问道 现在这玩意值多少钱 楚天祥笑了笑 说道 没价 第一个不能卖 第二还真没人能买得起 那总得有个价格吧 陈正生不死心 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能卖吗 你说那幅画值多少钱 楚天祥反问道 看着陈正生不甘心的样子 又说道 这个宝贝就不能用钱来衡量 说价值连城都不为过 世上独此一份 说着 楚天祥走进玻璃罩子里面 开始仔细端向整个石头的雕工 金陵四十八景 是指金陵城附近的天然和人文景观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 最早是金陵八景 后来逐渐增加 到了清乾隆年间 才正式确定四十八景 比较出名的有石城际雪 牛首燕兰 杏村孤酒 清溪酒区 凤凰三山 达摩古洞 甘露家庭 鹿州二水 商标别馆 七霞盛境等等 充分说明了金陵山水成林 一部幻景之美 冯坤大师采用的是 清朝宣统二年堪行的南京人 徐上天所画 金陵四十八景图册 但事事变迁 现在好多景观都无从考证了 金陵四十八景名不虚传 既有山林风光 又有长江美景 既有古寺古叉 又有市井佳人 十几位大师把毕生的心血 都放在了这个作品上 这是刘芳百事的机遇 楚天祥仔细端向着每一幅作品 整个浮雕犹如一个整体 每一个题材之间 没有任何隔阂 都是水到渠成 顺其自然的过渡 这应该是冯昆这位国宝级大师的创意了 虽然是潜伏雕 但许多大师为了展现自己高超的雕刻技巧 很多的地方都采用了镂空的技法 既能体现翡翠通透的特性 又有了明显的层次感 使得作品的立体感更强 更富有艺术的张力 围绕着石头一周 既有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 又有绿草音音 既有波澜壮阔的长江美景 又有山间的小溪 细水潺潺 既有家人以蓝眺望 又有长者树下问道 既有坐禅的僧人 又有山间行走的道士 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每一个过渡都是浑然天成 懂得人看门道 不懂得人看热闹 现场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懂翡翠 但普通人都知道 只要是绿的翡翠就贵 不信你看看柜台里那些绿挂件 就没少于几万的 这么大的家伙 真要做成挂件 多的估计都得拿汽车拉 得值多少钱啊 一面是羡慕 另一面就是极度恨了 看着几位老板 尤其那位年轻的不像话的人 只能感叹人家的命就是好 所有的工作 直到凌晨四点才全部干完 店长王燕安排两个男员工值班 明天开始 所有的警报器都要连入警方的系统 而现场就由安保公司负责保卫工作了当天早晨 护上所有的报纸都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旷式剧作 十二位雕刻大师连妹巨献 重达五吨的满色翡翠百剑 在九幅珠宝旗舰店展出 重现金灵四十八景 雕工精湛 人物活灵活现 尽显当代艺术大师的风采 完成这件作品 终身没有遗憾了 专访国宝级雕刻大师冯坤先生 找其十二位雕刻大师的签名 将有机会获得十万元的奖励 重达五吨的满绿色翡翠百剑 惊献护上 重水色俱佳 一睹为快 楚天翔早上五点多才睡 谁知道了八点多 电话铃声响了 他迷迷糊糊拿起电话 谁啊 这么早打电话 还早 都快九点了 还不起 霹雳池怪笑道 昨晚没干好事吧 楚天翔擦了一把脸 说道 干好事了 早晨五点才睡 霹雳池笑着说道 赶紧起来 我已经在你店门口了 你快过来 看看这人气 哈哈 楚天翔放下电话 他还有点头晕 真是没睡够 他洗漱完 也没叫别人 自己一个人打了个车 直奔徐汇区 离着老远 他就看见店门口 全都是里 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楚天翔下车 就看见霹雳池 站在自己的车边打电话 他走过去问道 怎么这么多人 霹雳池放下电话说道 还不是你那十万块钱闹的 楚天翔望着紧闭的店门 又看看现场黑压压的人群 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他说道 这样不行啊 这么多人一起涌进店里 跟杂电差不多了 霹雳池笑着说道 我先进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宝贝 一会儿警察就到 楚天翔问道 维持秩序 天翔 你还是没有经验 这种大型开业的活动 一定要通知警察 否则出现群体事件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让你停业都是轻的 霹雳池又道 从政治角度说 这是维稳 从商业角度看 一旦出现踩踏事件 直接关门 楚天翔和霹雳池 两个人转到后面 那边有个小门 是员工上下班的通道 楚天翔叫开门 两个人进去 刚一到大厅 霹雳池顿时就愣住了 这是什么呀 他的眼睛直冒小金星 一个人围着玻璃罩子 连转三圈 不由地感慨道 天翔 朱叔叔真不打狂语 就看这个宝贝 你就比我父亲还有钱 这玩意 每个几百亿下不来吧 就看这个宝贝 就看这个宝贝